我懶人包單元帶您關心天氣的訊息 馬鞍颱風雖然沒有直接影響台灣 但是今天距離台灣最近 外國環流帶來雨勢 也讓台東出現淹水災情 今天上午11點多 台東突然降下大雨 這雨勢來得又快又急 有好多街道都出現淹水的狀況 水深最高呢 達到30公分 也擔心水會一直淹到家裡 民眾趕緊搶救財物 所幸這水來得快去得快 沒有造成太嚴重的災情 現在比較少了 大雨來得又急又快 街道瞬間淹滿水就像一條小河 民眾毫無防備 雙腳泡在水中 最深還出現30公分的淹水情況 剛剛雨下很大 對啊 都到裡面了啊 快淹水進來啊 淹水進來就很擔心 就怕水淹進家中 居民急忙搶救財物 受到馬鞍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台東24號上午11點多 突然下起大雨 不止台東市中心路四段的向道 出現淹水情形 就連省政府附近的市區街道 大水也是懸邪不及 汽車開過 漸騎水花 附近民眾趕緊拿起工具 通排水孔 就怕水越淹越高 這邊很常淹嗎 很常 下不過這裡下不過都淹了 民眾抱怨每下大雨 避淹水實在好無奈 不過所幸大雨來得快 去得也快 沒有造成更嚴重的災情 記者林陞大山日 排登報導 我要走了你家看看 好